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怎样才能吹响 我们只需要找准能吹响的那个最佳点的位置 就大功告成了 首先我们用手分别托住笛子的两端 笛孔全部打开 将笛子持平或者笛头高一点 笛尾低一点 吹孔朝着正上方 然后我们用下嘴唇线的终点 对准吹孔的中线 我们将下唇线贴在吹孔大约三分之一处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盖住 我们将嘴唇盖住吹孔的三分之一处的地方 深处我们的舌尖 检测一下 看看我们这个舌尖 是不是刚好深入吹孔当中 如果是那么我们的这个对层 与这个吹孔的位置 基本上是对了 注意我们人呢 要自然的站直 全身自然的放松 或者呢 我们自然的坐齿 也要自然的放松 整个过程 我们都是用笛子来触碰我们的嘴巴 而不是我们人的身体往笛子上面去臭 也就是这样 而不是这样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 现在我们就要用吹冷气的嘴型 再加上我们微笑的表情 就是我们吹下笛子的最佳的嘴型 这种嘴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喝热汤的时候 或者为小孩吃热食物的时候 我们都会轻轻地吹刺 将食物降温 就像那种把气流稍稍集中起来 轻轻地 注意 轻轻地 如果我们力度大了 热汤就飞出去了 说到这里呢 我想我们大家应该有感觉了 就像这样子 我们用最小的气 往这个笛孔里面吹气 用一点点气 就能吹响的那个地方 就是我们要找的嘴唇与吹孔 最佳点的位置的地方 像这样 这个时候如果吹响了 那么我恭喜大家 如果我们的气流集中起来 还吹不响 那说明呢 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个位置 那么大家请注意 第一 请确认你的嘴唇中间 是否对着吹空的中线 第二 我们保持两手 位置不动 我们把笛子转动一下 往里面转 吹不响 那么我们就往外面转 知道吹响的点的位置 就是我们要找到最清湿的声音的位置 就是我们要找的最佳点的位置 就是我们要找的最佳点的位置 就像这样 我现在往里面转 我现在往里面转 大家听听这个声音 从有声音到没有声音 我们听到有一个最清晰的声音 这个最清晰声音的位置 就是我们要找的 最佳点的位置 封门位置 第三 我们从外形上看 一般来说 我们吹响笛子的时候 我们嘴唇的中间 与这个吹响的中间 是对直的 但对于某些人来说 可能嘴唇不一定对最重点 它可能会往左 右两边 移动一下 才能把它吹响 视频到这里 朋友们肯低就会问了 为什么我不讲口风 封门那些问题呢 为什么我们不固定好 要把嘴唇放在哪个地方 管多少度的方向出去呢 首先我们不是学院派 我们是自学的 所以我们不必要搞这些难懂的概念 我觉得 讲迟这些概念也没什么作用 因为千变大道理 还得要靠我们的实践 比如像有的人戴着牙套 有的人嘴唇比较厚 他要学笛子 你的口风风门就不一样了 因为身体条件的不同 我们具体操作时呢 当然也不一样 笛子的风门位置 肯定也会不一样 我们磨合新买来的笛子 实际上呢 就是要找个能吹响的 最佳的风门位置而已 我们对准了吹空的点位 但是我们还得要调整 就是要为了找到最佳的风门位置 你所要做的所有的事情 就是要找到这个点 然后我们轻轻的一吹 响了就行了 至于你的嘴巴呢 是什么形状的呢 这个问题呢 也无关紧要了 大家说是不是啊 好的 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丰州